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教大家選 這個 美國超市的高麗菜 這個相信很多台灣人 都會詬病啦 就是說 美國超市的高麗菜不能買 但我覺得 仔細研究的話 其實你就會發現說 有一些是可以買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這樣子做呢 就是你其實 我的技巧是 看他的重量啦 像你看這些這些其實都差不多大 看起來差不多大 然後比如說像這個 這其實有時候看這個顏色也其實不太準 像比如說舉例啦 這一顆啊 然後你看這一顆這顆看起來就是 你就覺得說他外面綠葉 就是這樣包這樣子 感覺他就是一副看起來就是 很很柴的樣子 然後但是這個不盡然 就是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就拿這一顆好了 然後 然後我們再拿這一顆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秤 去秤然後比重量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概念是說 這是什麼樣子玩 就是說 那我再拿一顆好了 拿一顆 比如說這個好了 這個介於中間 這個顏色沒那麼綠 但是這個 拿起來有蠻重的 所以現在 現在是這樣子 排名啊 這個是最 這個是我拿起來最輕的 然後這介於 這可能這兩差不多 但是這個可能介於中間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可能最重這樣子 那我們去秤秤看 超市只有一台 秤子 所以要有點羞恥心 大家都在看我在秤 然後又在拍 這個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第一顆 我認為最輕的 他他們大小齊都差不多 這一顆秤起來差不多 兩 兩磅 大概 2.75嗎 差不多那邊 好這一顆 第一顆啦 第一顆2.75 然後我們再來秤第二顆 OK OK 你看 這個 這個也是差不多 2.75 但是 可以明顯的看到就是 我如果把它放回來的話 你就會看到說 這一顆其實 它這個是 比較多葉子包起來 然後它比較少 所以代表說 這個 這個猜測啦 就是 它是比較緊密 然後 吸水比較多 所以它比較重這樣子 所以 我們其實這個 這個重量判斷就是說 單純的判斷說 它吸水吸的多不多 這樣子 好我們再進入第三顆 第三顆呢 OK 好這第三顆 就差不多到3.5了 所以 這一顆 就是他們都是 大小差不多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這是因為這裡有一個葉子 所以 這個 如果你拔掉的話 其實不拔掉的話 你看起來就是 他們就是 差不多大小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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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大小 然後 然後這顆最重 這他們差不多 但是他這顆的葉子 比較多成這樣 所以我如果是今天給我選的話 我可能這顆就會首先剔除 然後這兩個就會可能會選這個 因為 他拿起來 就是 嗯 當然我會把葉子拔掉 然後他的話 趁外面這個葉子拔掉的時候 趁重他就會相對於 又比較輕這樣子 那所以我在選的時候 我試的話 可能就是這兩個 然後成功機率就比較高這樣子 那今天這個拿起來重量其實是不重 但是問題是這一顆啊 這顆我摸他外葉 我感覺沒有到 就是 這其實是經驗了 就是你 你買久之後 你會有點知道說 這個葉子摸起來 大概 如果比較粗糙一點的話 然後就是 你就會感覺他尷尬 還是他吸水這樣子 所以 這種情況 你就會覺得說 那顆 雖然說他外表看起來蠻好 但也有可能 他會是一個 是一個雷這樣子 就是有可能回去之後 還是會這個 會是 吸水吸很多 所以 我們今天就買了那顆啦 然後 嗯 當然如果要做實驗的話 我也可以兩顆都買這樣子 但是我怕 到時候有一顆 浪費掉 就是如果他吸水吸太多 就其實不好吃後 應該 我就只被他丟了 然後 那個 但是 其實買久 那個失敗率就不高 大概可能買個 五次 十次 可能才會失敗一次 這樣子 然後 所以久了 越來越長 你就可以挑到 適合 就是 比較像台灣高麗菜的高麗菜 但是不得不說 就是 這是美超 美超買的方式 所以其實你 並不是像你去亞超 你就是什麼都不用看 你隨便拿一顆就可以 但是 美超的話 今天這個影片 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還是可以挑到 就是 可以拿來炒高麗菜 以及煮火鍋的 好吃的高麗菜 這樣子 好 今天就這樣子 那今天現在這個 一顆 零點八 一磅零點八塊 所以 這 那兩顆比較輕的 秤起來大概都不會超過美金三塊錢 所以其實是蠻便宜這樣子 那 真的便宜的時候 其實也有到高麗菜一顆 不用兩塊錢 或者是 一點多塊美金 所以 在美超賣 其實 也是 有這好處 這樣子 好 下次再跟大家介紹其他的這個 生活小分享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這個是延續上一個影片 在 那天在 賣場挑一顆 美式賣場的 就是一般的 高麗菜 然後 跟大家介紹說 要怎麼樣挑的 跟 台灣高麗菜 比較相近的 美國高麗菜 通常 我切了之後 就是會 會把外皮 就先拔掉 因為這個 比較綠的 或者是你手感其實 可以感覺到就是 它比較 這個 滑順 或者說你感覺它比較厚 的質感 這種就是 其實你吃起來 口感就比較 比較不好 所以其實 其實通常我在買台灣高麗菜 我也會這樣 我就會把梗全部都弄掉這樣 我就不會 炒菜的時候 都 那個連梗也一起進去 就是 我就是只會有葉子的部分這樣 那通常 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通常就是 一直往裡面扒嘛 然後扒到 我覺得這個 嗯 葉子的 嗯 就感覺沒有那麼厚的時候 那可能 那一個是 就適合對切的部分這樣 那這個 通常 所以通常我都是 切掉底 然後 然後 左邊和右邊各扒掉一個葉子 這樣子 那 即便有時候這葉子蠻完整的 但是我就是犧牲掉它 那通常就是 大概到這個時候 然後我就會給它切一半 然後 嗯 當你開始 把葉子扒下來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當初挑的時候 是成功還是失敗 那基本上 我現在摸起來 我是覺得應該是有成功 這種 失敗的機率 不太高啦 就是如果你 挑那一顆 跟我這個 這個大小 差不多啊 那可能在 呃 三磅以內 那或者是說 更 更保險一點 那可能是2.5磅 甚至 兩磅以內 那基本上成功率 百分之百 大概就是這個大小 所以如果你 你一手這樣拿起來的話 它大概是這個大小的 的 高麗菜 然後可能我會期待 它是 在這個三磅以內 那盡量 盡量不要靠近三磅 靠近2.5磅 或者是 靠近兩磅的部分 這樣 那這個時候 就可以開始 那個 看 把它 我就會把它梗全部拔掉 然後 基本上在洗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 知道說 嗯 我現在把這個角度 拉下面一點 好了 欸我發現 我有0.6的倍率 好 這樣子 這樣更好一點 所以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的 高麗菜 以及我的 洗的地方 那所以通常我就是 美國高麗菜 如果要把它拿來當 台灣高麗菜 處理的話 我大概就是 像這種邊邊的地方 我都會 就是有根的地方 我就會犧牲掉 然後 其他部分的話 像 像這個 這個感覺就很薄 這個部分是一定成功 然後 這裡就有梗 所以我就避免 就是 有 硬的口感 所以 那個部分我就拔掉了 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這個過程 可能會 有一點 那個 繁瑣 大家應該也不會想要這樣 一直 看我在這邊 拔這個高麗菜 所以我等一下 就是 會讓大家看完 就是拔完之後 大概是怎麼樣 那所以 但是整個過程 我大概就是這樣 反部那個 後面剩下的都一樣 這是只是跟大家 介紹一下我平常 大概是怎麼樣 用就是 這是四分之一 一顆嘛 那我 我基本上就是會把 葉子部分 留下來而已 那剩下部分就是 如果今天要做泡菜的話 這些 我就會全部拿來用 這樣子 因為泡菜的話 並沒有跟這個 硬的口感是 有任何的影響 造成說不好吃 但是你今天如果拿來 不管是你用蒸的 然後就壓力國針 或者是電國針 然後 這個 你今天拿來 用炒的 那 這個 葉子的軟硬度 確實是影響這個 成品的 口感是影響滿大的 這樣子 這個雖然我才切了一半 但是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通常 其實你在 你在剝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個 就是非常薄的這個 高麗菜的葉片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挑這顆是有成功的 那 所以 通常啦 大概 剛剛八到大概 也許是這一圈吧 大概 四分之三 進來之後的 距離的時候 就比較像台灣高麗菜 那美國高麗菜 大概就多了 這外層的可能 三到五層是比較 比較適合 就是把它犧牲掉的部分 那 看情況啦 那通常我就是 這個時候我就會 我大概 這個時候在壓葉子的時候 就可以更清楚 就是 它那個壓起來的感覺 就是 是不是 如果今天啊 我今天要拿來炒菜 會不會很容易成功的 的那個軟硬度這樣子 那 這個其實你 如果有買過 台灣高麗菜 然後你洗菜 然後你再買美國高麗菜 洗菜 你大概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軟硬度是 是不是 比較偏 偏向這個 你挑這個美國賣場的高麗菜 是比較偏向 呃 台灣高麗菜的軟硬度這樣 那 呃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 用這個高麗菜 可能會做哪幾種事情 第一種當然就是 呃 這邊 我其實今天是想說 來煮個人小火鍋 那我裡面其實有豆腐 然後 我以前會用雞 就是會切啦 但是我現在 我後來發現說 直接整個 整根雞腿放進去 就是變成一種 滷雞腿 感覺也是不錯這樣 所以 我現在有時候會 就會像今天這樣 有雞腿這樣 那 反正是自己吃啊 所以 這個美觀上面 就是 沒有要用到很精緻這樣子 那 這個高麗菜 我就會放在最上面 蒸這樣子 那就不會像 呃 它就形狀就會保持 比較完整 不會 不會像那個什麼 我放壓力鍋裡面的話 可能會直接 比較偏向白菜 的那種 軟硬度這樣子 那 嗯 這樣的高麗菜 你都可以 嗯 你這樣子處理完之後 基本上你就可以 嗯 今天你要進 這個 壓力鍋也可以 然後我說 有時候我平常 我今天沒有用這個 個人 火鍋的小爐子的時候 就會用 壓力鍋煮 然後 也可以用這個 個人的爐子這樣煮 也可以用這個 這是我的 那個 小 電鍋 那還可以拿來蒸這樣子 但通常這個我拿來蒸飯 比較多啦 然後 呃 所以大概 大概是這幾個方向啦 那可以 美國的高麗菜可以使用 呃 我個人使用啦 部分會大概會這樣子 跟大家分享 那 希望你也可以 這個 不要排斥 美國賣場的高麗菜 也是可以調到一些 我覺得 蠻好的那個 高麗菜 那就不用花費 這個 很多時間 可能跑去亞洲超市 或者是 就算是更 更使用當地的超市吧 我其實一直抱持這樣子的 想法 所以其實慢慢的 嗯 其實我一直都不是 亞洲超市的重度用 使用者 那 慢慢的我也想要就是 如果能夠不去亞洲超市 我就不去 所以其實 我應該已經有一年比較沒有去吧 但是雖然現在這個 蠻熱門 但是我也只買過 大概兩次吧 那 我就是 當然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 說 嗯 常常去亞洲超市 或者是常常去 美國超市哪個比較好 這樣 那就看你的需求 但是 是跟大家分享說 美國超市的高麗菜 也可以 給他一個機會這樣子 那 可以找到一些不錯的高麗菜 可以拿來當作這個日常的 亞洲食品的烹飪這樣子 好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那下次可能 如果有 嗯 跟 跟生活上比較有關的部分的話 這個有想到的話 就跟大家分享 好 大家拜拜